欢迎收看,我是叶峰 这么久了,再次聊到马来西亚移民的话题居然很激动 因为我已经离开马来西亚一年了 但最早上传的几期关于马来西亚话题的视频 却一直在给我贡献点击率 而且,近期,有一位和我多次互通邮件的YouTuber 从上海移居到马来西亚 隔空线上互动,激起了很多共同关注的网友 不仅感觉心里暖暖的 也有了更多关于大马移民意图为快的想法 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政策针对的是全球 但我今天仅仅谈的是对中国同胞有利和不利的地方 而且之前节目说过同类问题的要点不会重复提到 所以建议您去我早期视频那里补补课 从语言来说,很多同胞选择马来西亚的原因很直接 文化接近,沟通顺畅 比欧美西方国家消费更低 和同层级消费的泰国相比 说华语的人更多 泰国的华裔族群大部分出门的时候还是说泰语的 全程华语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大马给一些人生过半 有些资金积累 又不太想学新语言的中国人 一个更容易选择的机会 这是大马的优势 关于政局稳定程度上 我个人比较乐观 记得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次开车在路上和先生聊到 昨晚大马政变的事情吃了一惊 明明现在四处平安祥和歌舞升平啊 我还要去百威年吃我最喜欢的冰沙呢 同样的音乐 同样的人流 怎么没有一点政变影响呢 其实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政局另一个特色 任何高层的刀光剑影 在社会安全层面上 普通民众是无感的 没有丝毫影响 这也是另一个优势 至于网上说的一些治安问题 也许是我三年都生活在吉隆坡的原因 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治安不好的情况 特别是Mont Cara地区 每天清晨傍晚散步购物 简直不要太惬意 私人医生 药房 牙科诊所这些都非常便利 以至于我到欧洲以后 还是会通过WhatsApp上 线上咨询 大马牙医各种问题 另外就是房子了 吉隆坡房产价格接近国内三线城市 但面积和周边配套 却是很有惊喜的 只是我只知道吉隆坡 之前在某个评论里看到 槟城一位华裔说会有停水 甚至是水污染的情况出现 加上大马开车为主的交通出行方式 人行道的修建并不全面 很多城市和区域不利于步行 所以在基础配套设施这里 并没有普及全国国土面积 在意这点的建议只关注吉隆坡为主的几个中心城市 那么我们来说说不利的方面吧 直到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政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实实求是的说 他们还没有站在第一赛道的实力 但是MM2H政策标准的抬高程度 却已经和部分发达国家比肩了 一百万令吉定存的概念 是在持有二家身份的全程都不可以取出来 除非哪天不想要这个身份了 要离开大马 那么这笔钱才能再次被激活拿出来 对比一些国家的买房或者投资移民的条款 至少金钱是在发挥作用的 并且如果投资得当 会源源不断地给自己带来收益 但二家的定存做不到这点 有人在评论区说 二家政策就适合腰包鼓鼓的人来 但问题的尴尬点是 腰包鼓鼓的人想要移民的第一选项 往往并不是马来西亚 大马政府显然意识到了之前的错误 在新政推行一年后 计划把一百万门槛降低到五十万令吉 只是长期居住签证 毕竟仍旧不是别国严格意义上的PR 有些国家包括欧洲一些地方 近几年推出的数字游民政策 几万块就可以去长久居住 五年后就可以打工挣钱 申请PR也是循序渐进 有希望做到的事 而MM2H要了人家一百万令吉 放在银行不让动 还不让打工 在实际操作上 比别国的数字游民吸引力 明显就降低了很多 现在全球都在竞争 认清自己的优势劣势 这点很重要 还有一个弊端 签证的限制对子女不友好 21岁以后自动失效 相当于这个政策割裂了一个家庭 以养老计划为名 但却不让长辈和子女生活在一起 曾经有一位做过马来西亚中介 后来一名加拿大的同胞给我留言 说去加拿大只是为了 要有一个真正意义的PR 一来二家签证对孩子不方便 二来不相信一个招令吸改的政府 能够给自己怎样的安全感 如果举家搬迁几年后 突然二家政策改变甚至停止 那时候回国面对的状况 会对自己非常不利 从这个层面上说 MM2H连养老计划本身 也不一定能完善做到 当一个主申请国的附属签证 还是不错的 比如往来旅游或者做生意 但问题又来了 如果仅仅是这个作用 大马刚刚开放对中国护照 一个月的免签 做生意或者旅游都够用了 又何必在银行压上 相当于人民币150万的钱呢 中国人移民 通常要考虑三代 比如父母过来养老 子女有侍奉在侧的机会 但即便是父母单独来 没有真的PR 就没有基础医保 年龄原因又无法买商业保险 接近70岁 卖商业保险的支出 是资金倒挂的 所以其实二家的养老层面 即便对小中产 仍旧有不利的地方 而国家实力的上限 又很难吸引到 真正的有钱人 这也是政策制定的漏洞 所以对抱有移民想法的我来说 大马没有成为我的第一选项 于是转战去了欧洲 当初我申请第二家园的定存 要求只有30万令吉 隔年又取出来了一半 可以做花销 如今这个机会 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仍旧不后悔 当初那个时间点上的决定 马来西亚让我在疫情 最严重的三年 过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 吃喝玩乐和孩子求学 都没有限制 再说人文层面 大马的三大种族融合得很好 在民间并没有什么对立的态势 可是政策上的偏重 会让我们这些外来人非常不适应 不患寡而患不均 经商求学 以及工作上对当地华裔态度的不友好 也是多年来大马华裔 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 他们会更愿意去新加坡 或者别的国家发展 人家国民再离开 我们却要争破头进来 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另外和台湾相比 大马的人文层面明显弱了很多 我暂且没有去过台湾 手持的台湾旅游签证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被拖延到了过期 但在中国的时候 和很多台湾朋友有过生意上的交往 也有不少机会有生活上的交流 从文化沟通的顺畅程度上来说 抛开政治层面的紧张因素 我是很希望去台湾生活的 只可惜现实情况并不允许这么做 说到人际交往的技巧 是大马人的弱想 不论是我认识的台湾朋友 哪怕只有一面之缘 还是如今在欧洲的邻居 生意伙伴 亦或是路人 在互动的亲密程度上 他们总是会很积极热情 会在擦肩而过的时候给我微笑 或在发现我看他的时候 愿意看我的眼睛 这都是一种坦然和自信的表现 但我在马来西亚看到更多陌生人的表现 是一种羞涩或者默不作声 发现我在看他们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躲避我的眼神 他们其实并不冷漠 但非常不擅长主动和人搭讪 或者表示出友好 如果你主动走上前聊天 他们的表情会闪过一丝意外 然后马上调整态度 回应我的具体问题 但不会有更多的延伸话题 容易把天聊死这件事 是他们很擅长做到的 有具体事情的时候 大马朋友会很积极配合我去做 而没什么事 单纯沟通感情的时候 我会看到一种笨拙的状况 他们非常善于客气 但却不知道怎么热情 记得我在香港私立医院生孩子的时候 我先生在附近家 台湾老板的餐厅订餐 当天对着仅仅只有两面之缘的老板说 孩子已经平安降生的时候 那个五十多岁的台湾老板娘 欣喜地握着我先生的手 开始蹦跳欢呼 并且热情地祝贺 直呼太好了太好了 这其中的真心程度抛开 全且不去讨论 我非常喜欢这种直白表达情绪的 人间烟火气 都说马来西亚人会多种语言 因为生活在一个多语种的环境 但正因为如此 在同样人生同样的成长时间里 单一语种国家的人们 可以专注于体会语言的美好和深刻 用来表达细腻的情绪 也可以出很多诗人和作家 以及传世的作品 多语种环境的人 会把语言当作沟通工具 求量不求智 因为时间不允许啊 谁的每天都是24小时 不多不少都一样 但在感情沟通的层面上 会略显苍白 语言的情趣这件事 理解得越深 想要的就会越多 没有得到满意的程度 内心就会失落 以上就是我在马来西亚 移居问题上的个人体会和总结 请注意是移居不是移民 也是因为第二家园政策 作为长期居住签证 不是永久居住的绿卡 很容易令中国同胞 忽略了这个区别 背后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 对中国人而言 目前状况看到的 最适合二家签证的家庭 是那种父母身体尚渴 不用跟随 而女年龄上小 需要更早融入西方教育体系里 而国内国际学校的学费贵 教学内容还有限制 早点移步到位 去欧美国家读书的代价 又有点高 那么大马的二家政策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过渡 选对了好的国际 或者私立学校 学费比发达国家便宜 若干年后到别国的绿卡到手 从银行把定存取出来 带孩子离开这个 托举过自己一段时间的国家 相互留下美好回忆 是目前中国同胞们的主流选择 我是叶峰 我爱马来西亚 这个对我人生来说 起过重要作用的国家 因为有过投资 也会时常回来 关照自己的资金 但作为诸多落脚点之一 的确不是我的唯一 它不是我的恋人 但可以是我的亲人 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关注到评论区的邮箱 咱们回头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